《價值投資法》是由 Benjamin Graham 在1934年經歷美股股災及經濟大蕭條提出 他的概念是買入股價比市場低估的股票 作出長期的投資 說起《價值投資法》 當然大家會想起股神伯菲特 他的投資旗艦巴棍由1965年到現在 每年以超過20%的複合增長 即是當日投資100元 時至今日已價值超過200萬元 簡單來說 《價值投資法》有三個重要元素 《價值投資》的第一個重要元素 是由下而上的投資策略 即是不論是升市或跌市 做得好的公司股價表現都比較好 所以基金經理和分析員 都花大量時間去找高值數的公司 《價值投資》的第二個重要元素 就是追求絕對的回報 而不是相對的回報 即是我們不是去判斷大市升跌 進進出出 而是大膽地買入一些股價 被低估的股票 作出長期的投資 通常投資上的耐性 可以換來更加高的回報 《價值投資》是著重風險 而不單是股價升跌的風險 更加重要是企業的風險 在投資之前 不單是要對企業足夠了解 推算他們內續價值的時間 亦會比較保守 更加重要的是 我們投資上股需要有一個投資紀律 只有當市場出現恐慌的時間 我們才會大膽去買入 如果各位朋友想多了解價值的投資 我們會建議大家看這本書 第一是Security Analysis 第二是Intelligent Investor 第三是不尊小的